嗨,我是小龙女 快来看我天空鸟龙的作品 这件作品说的是自由 其实追求自由的不仅是人类而已 鸟也一样 还有包括万灵万物 天空鸟龙的作品灵感 来自于古墓春宫的秘密花园 在小龙女的花园中 常见绿秀眼 白头翁 班鸟 台湾蓝雀等群鸟在林间嬉戏追逐飞药 非常快活自在 所以小龙女就在园中设计了一个 开放式的自然鸟龙 让鸟儿同乐 看这里 以伞骨架编织成银色的蜘蛛网 当顶 圆桌当台 伞顶上还装置了一件 雷鸟神 这件雷鸟神可是古文物哦 是明末清初的神像 雷公神像 加以羽翼装置 平常就非常喜欢鸟 所以就把鸟以水墨画画于赛面上 并以羽毛 首饰 耳机 铜腕 钥匙等日常生活用品 加以时髦的装扮 其实鸟和人一样 各有性情啊 看看 这里有八把鸟人扇 环绕成一圈 中间放置了 一只木鸟笼 仔细往里面瞧 里面观的不是鸟而是人哎 人在赏鸟还是鸟在看人 借此爱遇 渴望追求自由的不仅是人类而已 好啦 小龙女 作品介绍完了 虚幻 大家都会喜欢 拜拜